今天呢 咱们又来到另外一个储备室 刚才咱们讲了一些 菠萝蜜啊木瓜啊 三叉谷啊港北 现在咱们又来到这边 这边的话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储备室 这边是我们储备这个龙血树啊 这个是龙血树啊 大概有 这里面起码有三百株了 三百株龙血树 很不错啊 然后底下这个应该是小天使 应该 或者是那种小天使类的那个叫什么颗 铁皮十五个 那个 那个叫做忘记了 反正就是小天使之类的那些花卉 然后底下这个是 这个五指茅桃好像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龙血树真的是长得很可以啊 大家看一下 很不错 这一片的话都是五指茅桃比较多 啊 要像在这一边可能就更加多了 这边 啊 都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这些 给大家看一下底下的 底下这个 怎么感觉有点像 有点像那个 那个港玫啊 我也不清楚呢 这边意义的是啥 啊 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没有 它已经长起来了 里面有十多株吧 如果你需要煮杯其他的东西都可以 这些就是姜科的 应该是 给大家看到 这些 欢迎大家交流啊 就是如果你是要煮杯的啊 也可以跟我们 啊 合作啊 想煮杯什么的啊 搞实验的都可以啊 今天呢 那就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煮杯式 好看 哦 好看 好看